大家好,我是屎麥,我們這一集用的是鐵甲暴龍 雖然他現在已經改名字叫鑽角吸收了啦 那時候我還是習慣叫他鐵甲暴龍 因為他在第四世代的時候可以進化成超甲狂吸嘛 所以我們持有物就可以讓他帶進化起始 那他的避雷針特性呢,在原本是用不到的 因為他有地面吸,本來就免疫電吸 但到第九世代可以用泰金化之後,我們只要配合泰金水 然後加上避雷針 就可以讓他只剩下草系這個弱點 代表他現在是弱點少,然後帶的進化其實耐久又高 所以我們要讓他來玩角鑽啦 一級必殺招式角鑽,然後配上睡覺還有夢話 這會知道就是本系的地震 那你要換成墮角也可以啦 角鑽如果沒中的話,墮角就會變成150威力 努力值的部分直接加在了雙防上面啦 特防防禦252,性格是淘漆 那我們這場第一隻先上嘟嘟力好了 因為我最近在測試這個蠻山毒毒力 然後第二隻出請教王啦 因為我們請教王是有帶格鬥招式還有地面招式的 最後一隻就鐵腳暴龍啦 第一隻是瑪麗露莉啦 瑪麗露莉的話是有可能打復補的吧 他這種起點型的 我們就直接大鬧一番啦 這大鬧一番玩 兩次只要混亂之後 我們就50%的機會躲過他的招式 或是我們這一下光粉直接躲掉 OK OK沒躲掉 死了 打我也太痛了吧 我們就換上鐵甲暴龍啦 鐵甲暴龍雖然是4倍落水 但是我們只要太精髓的話就一切都沒問題了 而且他這個血量我們是不用 這個打角鑽的 所以穩在穩打的我們還是先打一個地震 先把他收掉就可以了 快龍上來 OK 快龍是飛行系嘛我們地震打不到 就在飛行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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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龍上來了 OK 快龍是飛行系嘛我們地震打不到 直接腳鑽 這多重鱗片在我們腳鑽面前 就跟沒有一樣 然後中了你都是得死 OK 彈龍之舞 OK 腳鑽直接中了 想不到吧 我敢跳舞啊 不過跳舞是正確的選擇啊 他也只能跳舞 不然直接打過來是很癢的 只是我們這邊運氣有點好 這隻賽富豪 賽富豪的話我們先換個人好了啦 因為我怕他什麼泰金飛行打戲法之類的 好想啦 感謝指教啦 那我們一樣先出嘟嘟力啦 看能不能嘟嘟力滿山躲掉一下技能 第二隻霸王花好了 他看起來就是會出海豚俠 霸王花這場除了賽富豪以外其他都能打 這個是鐵甲暴龍啊 鐵甲暴龍只要太精髓的話除了君主蛇以外其他都能打 OK 第一隻是海豚俠 海豚俠的話我們就直接大鬧一番了啦 我們速度是比他快的 看他不要直接換人 換下去了 他不想讓海豚俠先吃到傷害 很危險 直接換上雨天手啦 打他很痛耶 那這樣你很危險喔 要守住喔 被守住的話我們會直接陷入混亂狀態 那也不錯 這樣他就有機會打不到我們了 那同樣有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混亂的話有機會打自己 我們先打替身 OK P三蛋出來了 欸 朝鮮 沒打到 那我們就繼續大鬧一番了啦 那我們待會就可以一直混亂 一直躲招式 蛤 欸 完了啦 怎麼是滅亡之歌啦 滅亡之歌不只必中 而且是因為聲音類招式 替身也躲不掉 只在被counter 而且我們沒打自己的話這邊已經死了 真的是在搞 我們就繼續大鬧一番啦 也沒辦法了 到底在幹嘛 欸 這樣 好 朝鮮也中了 那我們下回合混亂要解除了 欸 因為打自己的話 混亂會越快解除啊 有不虧的咧 唉唷 怎麼會連兩下都打自己啦 我們先打拍弱好了 因為滅亡之歌快倒數結束了 待會兒嘟嘟力也要先換下場 不然他要死了 那就他直接先把 滅香貓皇給換下場 混亂解除 打他蠻痛的 那我們這邊就換人吧 就換上鐵甲暴龍了 那這邊如果打 電系招式 我們直接免疫 欸 伏特替換 那我們就來一發狡鑽了啦 雨漆 來 哎唷 怎麼沒給他個懲罰啊 沒事沒事 他這邊是拿我們沒者的 他只能打暴風啦 現在雨停了 暴風也是有機會 miss的 我再換下場 因為他另外兩隻水系刀是四倍啦 趕緊換上來 繼續下來 OK 腳斷就沒中 那打他的話我們其實先打地震就可以了啦 這個血量 我們泰金水打地震 欸 他有再來一次喔 那沒關係啊 再來一次就是綁招腳鑽 OK 腳鑽賊鑽死你 可以 OK的 閃電鳥上來喔 沒事 我們就繼續打腳鑽 現在綁招腳鑽只能打腳鑽呢 他拿我們沒者啦 我們就看鑽幾發可以把他鑽死 欸 拿暴風 OK 那他知道我有畢業真 欸 暴風一下 欸 角鑽又中啦 厲害啦 欸 誰說靜電只是用好看的啊 我當鑽一下也中是怎樣 來 土星橋要上場了 這邊其實也是有點危險 因為我們 被麻痺了 先換一下場好了 因為綁招啦 我們先換上霸王花 待會 鐵小霸王上來可以先睡覺啦 這個叫 解除一下麻痺狀態 好 直接all in 波動 衝了 欸 打我怎麼這麼痛啊 完蛋 那我這邊也是很危險呢 因為下回合暴風他要死了 然後 要是鐵甲暴龍 連續麻痺個好幾回合 會被他海豚俠一穿三欸 沒辦法 怎麼先打吸取力量 所以他也會死欸 觸發一下寶寺吧 拜託 唉唷 欸 有啦 睡覺 可以 那遊戲結束啦 還是也是你啦 霸王花 哇 有料欸 要是 這邊沒包子殼 然後被穿三了 等一下 我好像 直接出嘟嘟力就好了欸 因為這邊出鐵甲暴龍也是有一隻麻痺 然後他醒來的風險 算了 打錯了 沒關係 我們這邊先睡個覺啦 不可能吧 可能一直麻痺吧 那有啦 成功睡覺 那也是穩了 穩到不行 那就打夢花了啦 角鑽跟地震都可以把他收掉啦 欸 他怎麼秒醒啊 欸 他有劍眉的話就比較危險欸 因為我地震不一定可以收掉他 來啦 這裡夢花一個 完了 運氣在前面都用完了 再夢花一次 不過也還行啦 我們還是可以地震打他 為什麼打噴射血 因為他不想被波動從反擊用力弄到 其實我們一直打地震他也會死啦 因為他是沒有回血的手段的 所以我們如果這一發 又沒把他打死 那就打地震就可以了 而且雨停了 那我們打地震就好啦 這邊會醒來啦 打波動充 這樣他自己會扣血喔 應該是要遊戲結束啦 打我也是蠻痛的耶 他如果剛才先打波動充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贏我 好險喔 好險喔 成功收掉海神俠 感謝指教啦 那麼就先出嘟嘟力啦 看嘟嘟力到底能不能來個蠻三一穿三 第二隻霸王花好了 就打他的五道熊石跟田人美厚 這隻就鐵甲暴龍啦 鐵甲暴龍太精髓的話也是每一隻都能打啦 除了田人美厚以外 還有第一隻巨金怪喔 巨金怪我前陣子有遇到弱點保險的啦 我多獨力也只有拍落能打他兩杯 我有點怕他是弱點保險 然後打不死他被他犯殺 我們先換人吧 先換上個霸王花啦 雖然他超能力吸到我們霸王花是兩杯 但我也怕他剛 仙智之爪 我也怕他剛吸打過來我們換上 鐵甲暴龍有點危險 哇塞 他是仙智之爪 精神強命 是工具精怪 完蛋 好痛 那這樣霸王花要送掉了呢 我想他打過來我們至少還有機會觸發包子 結果竟然是精神強命 那也沒關係啦 我們就送掉暴龍好不好 交給鐵甲暴龍就好了 什麼會有特工具精怪啊 什麼鬼啊 那我們就換上鐵甲暴龍 他的精壞也要按一下啦 還是他要鐵提光線 他這個特工具精怪 配個鐵提光線也是剛剛好吧 然後觸發仙智之爪 所以一般萬一我們還是太精髓 打地震就好啦 地震打他兩倍 這個仙智之爪怎麼可以一直觸發啊 欸他有地震喔 怎麼不是鐵提光線 欸他蠻軟的欸其實 還是他努力只給在攻擊號特工 那我們繼續打地震啦 雖然他有可能會換上快龍或是太精花 不過換人威脅也不大啦 所以打地震會比較好 真的換人了 那應該是快龍 沒事啦 快龍我們也是沒在怕的 他一定想不到我們要角鑽 這邊沒有效果 沒關係 直接開鑽 誰打零射 他已經一般打零射 這老仙骰子啦 不要告訴我你打五下不是老仙骰子 OK 角鑽沒中 那我們保險一點 先打睡覺啦 我們改打神速了 神速沒有比銀色還痛 直接睡覺睡起來 而且他如果零射射一次 防禦降一降 其實我們兩發地震是有機會收掉他的 所以這裡 夢化到地震也是可以接受 繼續神速 我以為他看到我睡覺會打龍子舞 還是他沒有龍子舞啊 好 地震到 也是可以 OK 其實傷害還算不錯 那就繼續夢化啦 這裡只要不是睡覺都沒事 零射沒射中了 哎呀 腳鑽沒射中啊 我們再繼續睡好了啦 就真的最保險 依靠夢化去把他收掉 喔 他有龍子舞了 龍子舞的話 早知道我就打 地震了 感覺地震他這個血量是有機會死的 我想他這邊可能會繼續打過來 睡覺比較安全 那就 夢化啦 主要是怕他什麼零射 一直要害啊 跟我上次一樣 三連要害 那就真的有可能被他打死 而且他這邊一直跳龍之舞其實蠻危險的 最好這裡就直接把他收掉 哎喲 完蛋 怎麼就腳鑽還沒中 沒關係 繼續夢化 也只能這樣子啦 彈到底 不過他這樣打是正確的選擇啦 他也只能打這麼彈 他要拚一次直接把我收掉 那我們趕快打地震吧 這邊 打地震把他收掉好了 應該是會死吧 他這個人沒有夢想 是我就零射了 OK 神速還沒打過半 還是倒了 他不打零射也是倒啊 還不如打零射 三連要害一下感覺是可以把我收掉 這是這邊只能打醉灘的啦 不是我想 靠賽啊 是有的時候不得不 好不好 諾諾的選擇比蘇還要可怕 剛才 不打零射就是諾諾的選擇 那我們這邊就先睡覺了 喔 他打近身戰 打近身戰會降 防禦喔 他如果一直打近身戰 這樣我們打地震是也可以把他收掉的 那也不錯 而且他有可能是講究系列 已經綁造近身戰了 不然他應該會打劍我才對 我們就打夢化啦 這裡夢化到地震也是可以的啦 應該是可以打過半 他就降兩階防禦了 OK 就這樣是不是 沒關係 這把是不可能輸的啦 除非他連續兩下要害啦 不可能 欸 在幹嘛啦 這裡只能繼續睡覺呢 這裡最穩是打睡覺啊 這下如果要害的話也是很危險 好險 好險沒事 來啊 就看你先連續兩下要害 其實好像不用連續兩下要害 只要我 一直睡覺一直沒打到他 那只要其中一下要害我就會死了 很危險 再繼續搞下去的話 這裡只要地震他就死了啦 他就打那麼多下進身戰了 哎唷 腳鑽 可以中了 OK 選擇最帥的 打法 結果他凸出頭盔喔 他有可能不是極限攻擊的耶 如果是極限攻擊的話 搞不好翻車了 巨金怪回來 OK 這邊只要地震到 他就遊戲結束了 啊 巨金怪我就想不到他怎麼贏我了啦 可以啦 精神強能一直降特防的話可以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打精神強內了 一直打 然後 只要連續降個好幾次特防 真的會輸 不過這邊要醒了啦 所以遊戲結束了 能攻收掉了巨金怪 那就感謝指教啦 感覺他會首發土王啦 我們先出多多力 看到底能不能 蠻山一穿山 第二隻就鐵甲暴龍 除了一夜一步以外都能打 然後暴龍花就拿來打一夜一步 一隻巨爪怪 巨爪怪也可以啦 他一開始應該會哈欠或是隱形眼 我們先一個踢一身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連續大鬧一番 欸怎麼是雪風啦 完了 他這種的有可能是 講究頭戴喔 講究頭戴的會帶雪風 算了我們就 賭 可以躲掉吧 不然其實換上另外兩隻 都怕逼 我們直接大鬧一番 拿過半 OK沒躲掉 那人沒了 人沒了 先換上暴龍花好了啦 感覺他就是 講究頭戴然後綁著雪風 我們這邊終極吸取 可以直接把他收掉啦 就直接吸一個 看他不要換人 OK 直接先收掉巨爪怪 第二隻正義法 正義法這邊上來 感覺有魔法火焰或是精神 衝擊 先換上鐵甲暴龍吧 因為暴龍還要留著啊 萬一他有業一步的話 還要連防一下 真的有精神衝擊 OK 但是打我很癢 因為精神衝擊 打過來 我是用物防去打 這要換下去了 有精神衝擊的 就應該是講究眼鏡 我很像駱駝木 駱駝木是漂浮 所以地震碰不到他 我們先換人吧 因為駱駝木可能會有細法 搞不好他也是講究系列 先換上暴龍花防一下 鐵甲暴龍 只要沒有被細法到的話 我們泰金水是可以吊打這兩隻的 然後泰金花 泰金冰 泰金爆發吧 不過這樣打我們暴龍花是兩倍 也是很痛 算了我們就送掉暴龍花啦 接下來就交給 那個 鐵甲暴龍 怎麼感覺他也像講究系列啊 感覺像什麼講究圍巾呢 然後正義法是講究眼鏡 我們這邊就換上 鐵甲暴龍 我們就泰金水了 泰金水來發角磚 OK 打我超癢 但是腳算沒中 這裡他有可能會想要換正義法上來 然後再換上駱駝木 對我打細法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預判 打地爭 OK 抓到 因為我們是不能被他細法鎖著的 不然真的會輸啊 地震直接秒掉了 很痛 可以那遊戲結束了 我們這裡就連續打腳鑽吧 不然他真的細法打過來 我們打睡覺的話 就要輸了 腳鑽7發 總會把他收掉的吧 他打10萬佛特 OK 他不知道我是碧雷真 那你沒了 感覺他真的是講究系列 OK投降了 就感謝直教啦 就算了